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同学你好 王老师好 石斑老师好 你这一次也一直在追踪 共军的军事演习的情况 前后将近一个星期 那我们先谈一下 它第一步的 打飞弹的情况 它打飞弹是共军哪个部门 它从哪里打出来的 整个飞弹的发射的过程的情况 可以先看到这个地图 那我们讲一下 中国这次它的环台演习 它主要划分六个演习区 那当然它最后加上一个变成七个 那最瞩目的它就是在八月四号 就是第一天的远程火力射击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火箭炮开始讲起 大概是在第一天的两点整左右 它的73集团军73炮兵旅 它就在平坦岛的阵地 它使用这个PHL-191的远程火箭弹 它向第一演习区 也就是海峡中线的地方 做一个设计 那在这个演习区 在这个演习中 它参与的这个单位 就是这个火箭炮的这个单位 73集团军73炮兵旅 它的驻地是在 这个是它的发射阵地 那它的驻地平常是在泉州 洪赖镇这边 我有把它标定出来是在这里 这个是在已过央视有 它的相关的宣传照片 这个火箭炮打到海峡中线 大概有多少 30海里 差不多是 它飞行的距离 大概是55到65公里 差不多 那确认这个位置 它当时就是差不多在 它的发射阵地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站在这个地方 那大概是靠三张照片确认 平潭居民拍照 一张从沙滩 一张从一个北边建筑物 然后再来有渔民从这个棚架 从这个东往西拍 那所以都是平潭周边居民拍的照片 迫在网路上 对间接确认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那火箭炮射击之后 它的弹道导弹的三个射击地点 它从三个地方做弹道导弹的射击 就是江西赣州 福建宁德 还有浙江金华市的附近 那它江西赣州是火箭军基地 61基地616旅 那再来就是宁德 它是613旅 那在浙江金华是617旅 浙江金华那个地方是距离比较远的 它主要是为了打花东 它距离比较远 它距离是比较远 花莲外海的那个区域 第六第七远徐区块 对 比较长城的北戴 福建宁德也有打到这个东部 就是越过台北上空的 日本公布的那四颗 对 那福建宁德这个是 目前绝对确定的一个位置 收集的这些资料 它实际上准备的飞弹并不多 它也就没打算要射很多个飞弹 众说纷纭 它的劣度比较大 但是呢 它的持续性并不长 1996年台海危机 有八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呢 短短几天呢 就结束了 我看到网络上 有一些说法 就是共军他们说 他们打了16枚飞弹 但是国军和美国军队 美军说只有11枚 然后日本说是9枚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那到底打了几枚 这一次飞弹试射 中国说16枚 台湾说11枚 日方说9枚 我个人是比较 相信国军11枚的说法 理由三个 第一台湾有 乐山铺路爪雷达 那第二 中国16枚的说法 相关的公开信息 还有公开的根据很少 那再来就是日方 它观测到的 虽然是9枚 但是日方并没有像 乐山铺路爪雷达 这样的长城预警雷达 所以台湾 台湾西南的解放军演习区 对于日本而言 可能存在有观测盲区 那所以国军11枚的说法 应该是 我觉得是比较可信的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 9枚也好 11枚也好 它的这个政治威吓的意涵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 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和日方的人有交流 日方就说得很清楚 他说 就是说他们观测到9枚 但是说 就是说 等于说地球是圆的 雷达是直的 那如果说圆到下面的话 台湾的太南部 他们是观测不到的 另外日本是 它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专属防卫 自卫队和平宪法 不是 就是日本 他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 跟日本无关的话 他有意思去不看 不愿意介入国际纷争 但是说这一次的话 整个对日本的疑问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嘛 就是日本只看到9枚 然后5枚就射到日本的 这个算数经济区了 这可能是不是要打日本 正面的打台湾 这个弄不清谁是主次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数字 另外关于中国打的16枚呢 就是说 我记得大概去年吧 去年一个就是往南海的时候 中国说发射了4枚飞弹 然后美军说 我们就看到2枚 然后后来发现 有一枚落在了广西 它是从青岛打出来的 有一枚落在广西嘛 这个是后来 在当地的镇政府 要说让大家怎么样 发现什么什么 赶紧举报的 各种各样的通知出现 这个就知道 那么也就是 中国确实好像发生了4枚 但是两枚没有打到南海去 没打到海里 对 打到中国的境内去了 所以说就是有一枚是广西 另外一枚不认为 打到哪里去了 那这次有没有可能 从江西发 结果打到江苏之类的 如果那样的话 也是观测不到 对不对 或者根本没发出来 对 这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完全打歪了 但是其实日本它是说 日本它是说 它观测到九枚 它并没有说 总共就是九枚 对 观测到九枚 所以说它是 有一分正绩 说一分话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 日本观测到的九枚里面 有五枚打到了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那为什么会是 发生这种情况 特别是这个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是在 这个共军一开始给的 那张六个演习区块 然后后来又架了 第七个区块 主要是在花莲外海的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跟 实际上是有点 台湾的专属经济区 跟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有某种重叠的状态 是 那这样的话 共军是在开打前 才只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才突然之间 把第七个演习区块 加上去的 那如果当时 日本有渔船在那里 没有接到消息的话 这个导弹是有可能 打到日本渔船上的 那如果真的被日本渔船 被打到的话 这个 就会出现更巨大的问题了 是啊 这个渔船的问题 中国应该是 比较没有考虑 但是我觉得 飞弹打到日本海域 这件事情 应该也是经过 习近平的授意了 它不是意外 它是刻意 它不是意外 关于这个有三种说法 就是说第一种是 像是日本主流时候 是这么想 就是习近平有意的 要看日本的反应 震慑日本 另外一个整个台海 就是台海如果发生战事的话 台军怎么动 美军怎么动 大部分他们是可以预想的 但是日本的自卑是怎么动 它是完全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看看日本会怎么做 所以是日本时候 有什么反应 这是中国有意打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是就是说 没打准 就是要打到南海 打到广西一样 就是本来是想 打台湾海域的 没小心打过去了 这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 是有一点 就是说 本来要打台湾的 但是台军 给它又倒到日本去了 这一点的话 当然说 就是说 也有可能 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想 如果站在台湾的立场上讲 中共如果打过来 台湾的最大的念头 就是说 怎样把美国 日本 车进来 车进来的话 现在把飞弹 这个飞弹给你 准头给你诱导的话 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相信 它是真的是 没打准造成的 因为我觉得 从中共的逻辑上来讲 它这一次主要是 针对台湾 惩罚台湾 然后它也公开宣布了 这七个区块 是针对台湾 台湾周边海域 但是它当时 可能真的没有考虑到 那个地方 是有可能 跟日本的 专属经济区重叠的 或者是它这个飞弹 真的不准打到了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它明显是可能 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的 那它是预先 我觉得它是没有考虑到 所以它才这么匆忙的 两个小时 飞弹演习以后 就突然之间宣布 这个演习结束 对 这个是常识的推理 另外一个 打过去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日本报道 打过去之后 中国 日本马上找抗议 中国的驻日本大使 他的第一时间 回应的是 是专属经济区 也是公海 我们事先 就是通告日本了 他用这种说法 我们全这个区域画出来 事先告诉过日本了 这是中国的大使 第一个事件反应 但是过了 这是八月五号 八月八号的时候 汪文斌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就说 那里是没划解 那地方没有划解 就是说 就否认了日本 专属经济区 那我想中国也是经过 一年串子上 觉得这个事情 没办好 怎么解套 对 就是说 因为实际上 我看那个专属经济区 它的重叠部分 是台湾的专属经济区 跟日本的重叠 实际上跟中国 是没有重叠的 你中国不承认 对 除非你主张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因此台湾的专属经济区 就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 逻辑上是这样 我想他后来就这个逻辑 就是说 离台湾很专属经济区 是200海里 但是说 你如果我们靠得很近的话 应该就取中间线 对 取中间线 但是即使中间线 也可能在日本的地方 但是中国就说 我们没划界 对 就是它这些 完全属于强词多林 对 强词多林 这个说法是非常多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黄海和渤海的演习 对 它针对美日的想定 这个意味也是非常浓的 它主要的目的 还是针对美日的反介入 还有这个 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个首都北京 它可能遭到威胁的状况 来做一个想定 这也是针对美国日本而来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